大家好 欢迎讨论这期的飞格讨好车 大家都知道啊 高尔松不管是6代7代 它都是非常保值的一款车型 它的十年保值率要超过将近30%了 将近到40% 也就是说当年一台134万的一台高尔松七代啊 我说的这台1.4T的啊 在我身边这台 目前啊 14年9年车零售上价格是5万多块钱 零售中端价格要上到6 啊 车况好的 呃 但是我是没有这台车都保值了 为什么 因为它原车是红色 那么这台车要比正常的白色低卖个四五千块钱 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市场价格 那么我们要告诉大家 如果说你不在乎颜色 你要考虑性价比的话 啊 少花个四五千块钱 可以买这种颜色 如果说您是一个买新车的客户 那么尽量不要去选择这种颜色 因为你在卖的时候 要将近少卖个四五千块钱的啊 车况不用介绍啊 1.4T 230 150马力 7速的干式双离头变速箱 14年的车还是DQ连买的二代变速箱 二代变速箱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你挂上D挡 或者是你挂上倒挡之后 不要着急给人啊 等个一秒 等个一秒多一点啊 你再给人那么它开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包括说传递效率换的积极性啊 运动的这种状态没有任何问题 这就是二代变速箱的一个特点啊 双离合变速箱 这套使用起来都是适用的 真皮方向盘啊 中处材这种软质的包裹 目前这台车行驶是7万多公里 穿着还是非常新的 原车的公共的区域啊 大家要记住原车的舒适是没有这个玩意儿 没有屏幕的 没有倒车影像的 全是有雷达啊 它监测7速的DQ200的干式双离合变速箱啊 因为它是基于手动挡变速箱制造的 然后传递效率高 省油 缺点就是在拥堵情况下 它的散热不好 由于是干式的 有油液的一个冷却和浸泡 它是干式变速箱 这台车1.4T的不会烧机油啊 20万公里以内不会有任何的三大件的问题 除了变速箱啊 变速箱一四款的有很多就理赔过啊 就是由于大家开车的一个习惯问题 其实挂上地档稍等一会儿 能够克服这个变速箱的一个问题 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是吧 一台标标准准的2米6轴距的家用教授啊 后排中啊 天川都有两箱的 非常好开 非常省油 目前的一四款的圆满元气收款好的车包市场价格多少钱 五万大几啊 这个颜色五万大几 白色要比它多个五千块钱 这就是高尔夫期待九年的一个保值率 被认课度非常的高 好了 们们 想了解更多的车型商家 了解更多汽车知识 观众飞客乘好车 谢谢大家